香港的國安法通過之後 我們看到歐美之間的談話跟態度 也看到了剛才我們討論的 日本現在跟北京之間的緊張 但是南韓很特別 他完全沒有跟進其他國家的腳步 對於北京有任何比較大的一些譴責 而且按照他們原本的想法 就是要計劃連理之前 邀請習近平訪問韓國 我要請教戴老師 文在寅的思考角度 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我覺得文在寅他第一個 他不會像日本一樣 雖然文在寅 就是韓國跟美國也有這樣的安保 但是問題就在於韓國的選擇 不走日本的路 對 最主要有什麼原因 對 我覺得他 還是北韓的威脅 我覺得他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北韓的問題 因為北韓目前來講 按照聯合國的一個說法 就是北韓已經被證實 說他的核武器已經改良了 而且已經小心化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已經可以投非常遠的一個距離了 就這個報導 路透社揭露的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這個很大的事情 因為這是聯合國 已經應該是被核實過的 這樣的一個情報 那這個對於 其實這個對韓國來講 不是真正的壓力 因為對日本跟美國 才是真正的壓力 因為這個核彈 不是用來丟在這個 應該最大壓力的是日本 對 好 這是第一個 但是第二個問題就在於 韓國跟日本之間 由於對於這個在戰爭期間內的 這些企業跟非法的移工 就是那麼本身的賠償的問題 那目前來講 雙方還是在爭議中 然後還有就是外安婦的問題 也還在爭議中 所以韓國跟日本之間的關係 一直沒辦法獲得改善 那沒辦法獲得改善 然後跟朝鮮的關係 也會耐心緊張 美國目前來講 川普看起來不可靠 因為以往 朝鮮有這麼一個動作的時候 美國通常會介入 現在的情況是 朝鮮的動作這麼多 美國什麼事都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這樣的情形下 對文在寅來講的話 那你這個美國的安全法 安全傘不可靠 那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這一次的疫情的衝擊 對韓國來講 那他本身要加速他的經濟發展 加速他的經濟發展 我們目前傳出來的消息是 已經知道韓國跟中國大陸 已經要簽RCEP了 他們要先簽了 所以等於是他們要推進RCEP 讓他確定能夠在 今年的年底把它推出來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進程裡面 那對韓國來講 他當然希望習近平 如果可以的話 那麼疫情都能夠得到控制 或者是安全的情況下的話 習近平到韓國來訪問 有助於抵消兩韓之間 緩和兩韓的緊張 更簡單來講 中國大陸的市場全世界都要 對 日本歐美都做了相關的表態 他們也不是要放棄大陸市場 但是對於南韓來講 他更有一個國家安全上面的一些擔憂 因為跟金正恩 所以這個 文在寅對於北京現在的態度 會跟日本或者亞洲其他國家 出現不太一樣的關係 不過剛才提到這個很重要 剛剛國委員特別講到 這是一個聯合國遞交給 聯合國安理會 北韓制裁委員會的一份正式報告 被路透社揭露出來的 就是北韓再繼續推核武 而且已經做到了 小型的核子裝置 可以裝在導彈飛彈的彈筒上面 而且一發出去可以分散 我想請教國委員 那現在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是聯合國重新主導嗎 因為本來是一美國的川普 川普現在基本上已經失敗 聯合國來繼續主導 不 北韓被制裁 本來就聯合國那時候有通過 連中國都贊成的 那什麼是以前 可是新的決議並沒有出來 因為新的決議美國可以否決 就是說前面那個制裁的決議 當時中國跟俄羅斯是同意的 所以你新的決議做不出來 所以當然他如果要進一步制裁 那中國可能會反對 所以你還必須有更多的報告 可是既有的制裁還是成立的 那現在我覺得 坦白講文在寅本來就是比較反美 沒錯 就是這樣 事實上 因為那個時候選舉我有去韓國 那朴槿惠他們那邊 就是對文在寅的對外政策是很有意見 川普也說他最討厭的是文在寅 可是人家就當選 誰在當選 他就是想要處理北韓問題 想要兩韓統一 沒錯 那當然需要hold住中國 因為中國就是主要的力量 那誰不想讓朝鮮統一 美國 美國 美國是什麼都不願意 所以剛剛說文在寅立場跟川普 就完全相反了 都不同意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文在寅這個人 南韓是前線 因為韓國有曾經親美過 比如說那個朴槿惠就非常親美 沒錯 所以不一定 我是覺得 他在評估中國跟美國的角色 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南韓他一個領導人 可以影響到國家走向是非常巨大的 在這個南韓的民主文化當中 跟我們一樣 我們來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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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 我們跟日本不一樣 南韓的文在寅立場 其實韓國這個時間點需要北韓 還包括剛剛賴老師提到一部分 日本跟韓國之間的貿易 也還沒有解決 而且除了貿易之外 歷史的恩怨情抽 也沒有解決 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解不了 因為日本你看 日本在早在 我看這數字是2015年的時候 就達成了一個 日本韓國之間 外安婦問題的一個協議 當時日本是出了10億的撫衛金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這撫衛金其實後來去向 並沒有實質達到 外安婦的家族的身上 所以有一些討論 但是我們給大家看這個銅像 這銅像出來之後 又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糾結 去年南韓判決的日本政府 賠償日本殖民時 南韓的時候 強征勞工的一個判決 接著呢 我們就看到 日本就限制了相關的一些 半導體的材料出口 就開始了 日本跟南韓之間的貿易戰 摩擦沒有停 現在又出現了 外安婦的問題 的銅像的問題 這個影射的是 據外界影射說 這個是安倍 對 外安婦的少女磕頭 這個當下 製片報導 日本的官方 日本的政府 是正式的回應的 日本政府說 如果這個是真的 是這樣的一個影射 你們做的銅像是安倍的話 這對於兩國之間會造成 決定性的衝擊 陳老師 當日本的媒體 日本的官方 說這叫做決定性的衝擊 是代表什麼意思 日韓之間無解 日本方面最好放棄比較好 就不要去解他了 無解 無解 韓國文化的核心的要素 叫恨 恨 恨不是握手或賠償 道歉就可以解決 恨像一種已經結冰一千年的 那種冰塊 必須自己溶解 那個叫恨 韓文就叫恨 剛好跟韓國的韓同音 跟韓國的韓同音 對 所以韓國是恨國 你是說真的 你是認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學過韓語 厲害 韓 韓 來我們教一下韓語 韓國的韓 仇恨的恨 對 跟韓城的漢 全部都唸成恨 對 所以他們是 韓國不就是恨國了嗎 所以非得 這是開玩笑還是真的 是真的 這個日本人有寫的書 就寫這個情節 這樣對韓國人會不會是一個 恨是韓國人向上努力的一個核心要素 對 日本人是詞嘛 丟臉 第一臉詞的詞 韓國人是恨 我都不曉得我們自己是什麼就是 我們是悲情 韓國人真的是恨 你們民進党那是悲情 沒有啦 沒有啦 台灣人的悲哀 但是現在 嚇到變台灣人的心 身為台灣人 我們敢開台灣人 對啊 只有你們用背情 騙我們這麼多選票 對啊 只有你們民進党在背情 回來韓 韓 所以那個要解恨 韓國真的是充滿恨意 對 因為他歷史上被欺壓嘛 所以 這是真的 所以韓國人現在永遠都認為 我稍微騙一下日本人 是剛剛好 對 所以不管賠10萬塊 那個票檢會 補檢會 是算一千嗎 2015年的12月29號 我剛好在大阪 整個電視都在報導 說這是最終 最後 不可逆 的 未安婦問題的解決 結果不是最終 也不是不可逆 這個真是說文解字 對 雙方 雙方 雙方在首爾簽 日本的報導多大 那一天我剛剛好在大阪 隔天要回來 聯合報導 整個搖頭 對他的政黨傷害很大 另外 就是韓國城 韓國國民不接受 不接受 真的不接受 10萬塊多少 對 沒到三個台幣 對 那我問你 韓國理解 我們可以 角度可以去盡量同理 那日本人講說 會造成決定性的衝擊 會有什麼 什麼叫做決定性 日本人的立場是 要賠償的問題 在1965年 跟朴槿惠的爸爸 朴正希 朴正希 已經簽完了 錢也都給了 你們還認為沒有賠償嗎 但是當中當然 跟對中國一樣 有不斷的ODA 原借款不用還的 借中國借到2018年了 馬神太郎才說 可以了 你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是第三 我們再一直拿錢給你們 有點怪怪的 回到韓國的話 也就是說 日本的立場認為 每次跟韓國人 有國際上的協約 不管多少次 都是我們球踢出去 結果那個球門變了 對啦 就是我不敢跟一個 簽證到協議 但你最後還是 最後要再去簽成的 比如說歷史問題 對於韓國人而言 沒辦法解的 我最想知道一個問題就是 韓國會不會拆銅像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我覺得是不會 對 那不會是中心 就有慰安婦的項 所以 我每次就金山也有 就金山也有 但我是說 那韓國人的個性就是我 就是不會拆 不會拆 那日本居然講說 那就會有決定性的中心 日本人是武士嗎 你的決定性是怎麼樣 是要繼續來 來往啊 如果美國的話 連不在一起啊 今天我們本來要 調論一個主題就是 本來日本跟韓國之間 有情報交換的協議 來取消了 那日本 日本就 不把半導體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原物件賣給韓國 所以三星現在有點慘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